有网友晒出一段视频 内容为疑似莲花楼剧组工作人员与戴拍起了冲突 视频中 一名戴棒球帽穿黑衣的男子 揪着一名比他矮小一点的男子 态度凶狠 戴棒球帽的男子边打边骂 数次打到对方的脑袋 矮小男子的鼻子部位有血迹出现 稍晚 莲花楼剧组就打人事件发布致歉声明 对此事造成的不良影响向各界朋友致歉 同时 声明中称 已将受伤者送医 并表示已第一时间对打人者 现场演员副导演助理朱某做出了开除处理 据悉 莲花楼是由郭虎 任海涛指导 陈毅 曾顺熙 萧顺瑶 陈都灵 王贺润 陈毅涵 徐百慧 刘孟瑞 吴施乐领衔主演的武侠剧 近期 多家节目组 剧组发布声明 呼吁所有粉丝尊重创作 理智追星 抵制一切带拍 偷拍 路透等行为 6月16日 宇凤行 剧组发布声明称 感谢大家对宇凤行的关注与喜爱 我们倡导行业良性发展 呼吁保护作品幼苗 抵制带拍等一切侵权行为 6月21日 宁安如梦 剧组发布声明称 宁安如梦 开机一个月 感谢大家对本剧的关注 我们倡导影视行业的良性发展 我们坚决抵制带拍路透等一切侵权行为 7月9日 无忧度 剧组发布声明称 有无关人员擅自闯入任嘉伦的私人休息领域 并在网上散播剧组及演员信息 剧组向任嘉伦道歉的同时 表示坚决抵制偷拍 路透等不良行为 所谓带拍 可理解为带粉丝拍摄 明星带拍围堵导致航班延误 综艺节目尚未播出 带拍就将剧照流出 有媒体曾披露 不少带拍者收入不菲 他们拍摄的图片和视频 能以数百元至数千元售出 带拍也被认为是一门畸形的灰色生意